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它的property development这个segment是大幅增加的 在2020年的时候呢 9个月将家只有634个million而已 但是到了2021年的4月30号呢 就增加了2个million之多 达到了811个million这样子 接近2个million 然后再看revenue在packaging那边呢 就稍微有点逊色了 从前期的1929个million下跌了 接近1个million到了1874个million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 它的packaging呢 其实是有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毕竟呢可能是因为 在4月份的时候呢 已经有mco的关系 可能它的那个production line呢 并没有fully operate 而且工厂呢也没有fully utilize到 虽然它的packaging呢 其实是有面临稍微的一些挑战 虽然如此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profit before tech 它的PPT呢 如果在2020年呢 截至9个月 它的PPT只有360个million 然而在4月30号呢 它持续的进步 PPT呢是达到了426个million 在这么艰难的时刻呢 Sideq整体的财报业绩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 也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 我还很喜欢Sideq 作为长期投资的一个原因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quarter的表现是如何的 截至4月30号2021年呢 Sideq Group呢 的revenue就达到了 976.8个million 对比去年同期的同个quarter的 772个million呢 是增长了26.5个巴仙 然而它整体的group operating profit呢 是达到了148.6个million 去年同期呢 只有106.4个million 这是增长了大约39.6个巴仙 可见的就算这么困难哦 Sideq还是表现的非常可圈可点 它的packaging的revenue呢 就达到了671.5个million 是增长了9.3个巴仙 对比上一次的只有614.4个million 因为更加高的revenue 也就是更加higher的revenue呢 所以整体的operating profit呢 在这个current financial quarter呢 就达到了64.5个million 对比去年同期只有59.3个million 所以它的销量呢 因为还是在增加 所以它整体的profit呢 也是不停的在增加的 Sideq呢 property revenue的表现呢 是非常的卓越的 从去年同期相比的 157.8个million呢 增长到了4月30号 2021年这个quartor的305.3个million 是增长了93.5个巴仙 对比quartor的话 为什么这一次的revenue 在property这边会那么高呢 是因为更加strong的progress building 更加多的building进来了 在现有的project 就比如在 Taman Sideq Rawang Sideq Kundang Jaya 在Selengo Sideq Durandunga 在马六加 Taman Pulaimutera 在Johorzo 这几个呢 贡献非常的不错 再加上呢 这一个increase in revenue呢 也是因为 Sideq这家公司 最新的5个project launch了 就比如在 Sideq Tasek Galungo Pinning的一个project Sideq Kundang Jaya 在Selengo的project Sideq Durandunga 第二期 马六加的一个project 都受到了 很多支持者的支持 也就很踊跃地在买 而且呢 价钱也是非常的合理的 所以让他们的revenue呢 在property这一方面呢 还是保持着稳健的进步 它的operating profit呢 在这个quarter呢 是到了84个million 对比去年同期呢 只有47.2个million呢 你可以看到是增加了 将近一倍的 为什么这一次会更加高呢 是因为去年 MCO 1.0的关系 让整个Sideq的产业呢 面临的小小的问题 但是今年呢 因为MCO呢 并没有同期相比呢 今年的MCO呢 并没有去年那么的严格 而且呢 人民也开始习惯了MCO 所以呢 还是一样的 它的revenue呢 并没有因为MCO 而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9个月的回顾呢 你可以看到 截至4月30号2021年呢 Sideq Group的revenue 就达到了2.69个million 对比去年9个月 只有2.56个million呢 是增长了4.7个百分点 然后呢 它的operating profit呢 也达到了424.5个million 截至4月30号2021年 对比之前的365.7个million呢 是增幅了16.1个巴仙 9个月的回顾呢 Sideq的packaging revenue呢 是下降的 去年9个月相达到了1.93个million 然而今年9个月呢 在2021年呢 只达到了1.87个million 所以呢 是微微的下跌了 但是它的operating profit呢 还是增长的 从原本的179.9个million 增长到了196.1个million 那是因为更加好的sales命 也就是它profit margin 比较高的产品呢 销售的比较多 所以让它的operating profit呢 还是上升的 property revenue呢 是达到了811.5个million 在这个financial period来说 是增长了28% 对比去年只有634.3个million来说 然而呢 Sideq的property的revenue呢 增长呢 也带动了它的operating profit 整体的增长 是从原本的185.8个million 增长到了228.4个million 同期相比 这个增长的原因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现在的construction的progress呢 是非常的好 而且strong take up rate 也就更加多购买者 还是在买Sideq的project的 Sideq提供的房地产价格呢 是可负担房屋为主 所以可负担房屋来说呢 对Sideq是一大阻大 而且呢 需求是非常的强劲 虽然现在是MCO COVID-19的比率 但是可负担房屋呢 Sideq推出来的 还是那么的强手 Sideq在接下来呢 几个季度的展望呢 还是有信心的 虽然呢 面对最大的挑战 那就是COVID-19 而且呢 也虽然面对了FMCO这一边 但是呢 他们还是很有信心 现在的current vaccination呢 在全世界不断的增加 还有整体的market呢 也慢慢的恢复信心 所以Sideq呢 对于今年虽然是谨慎 但是他觉得 他还是有机会在成长的 Sideq公司呢 给予packaging的 这一个方面的一些comment呢 就包括了 这个COVID-19的不确定性 还有他的原材料价格 Resin的不断的上涨 还有不断上涨的logistic cost 也就是他的运输费 logistic cost呢 不断的上涨 还有呢 Financial market 很多的不确定性呢 都对他的packaging这一方面呢 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但是呢Sideq Group呢 还是会持续的 不断增加他的 operation efficiency 也就是utilization呢 员工更加的勤劳的 在做工啊 不那么多的浪费呀 还有他也会manage 他production cost 还有logistic的cost 然而呢 他也有在 expand他的capacity 在一定的水平 他还是不断的 增加他的capacity的 还有呢 他也在不断的创新呢 他更加valuated sustainable 也就是更加好的产品 给予社会 还有大众 对于Sideq来说呢 Sideq Group呢 对于他的packaging 还是非常乐观的 在这一整个财政年 虽然呢 FMCO的落实 在最初的6月份呢 对公司造成 一定压力的影响 但是呢 虽然Sideq整体呢 还是减少了他的员工 也就只可能 只是40或者60多巴仙 就没有达到100巴仙的man power 在运作 但是呢 他们相信呢 短暂来说 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 是有的 而且packaging也是属于 essential的行业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June 应该是July的时候呢 July的业绩 也就是7月份 会在9月出来的业绩呢 你可以看得到 可能他的packaging那一方面 还是会比较疲弱的 除非他可以在7月份的时候 一下子追回上来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难度哦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Sideq对他 property的展望是如何 在现有这个财政年呢 Sideq已经complete 买到了一个161.6个Asia的土地 在Sungai Patani吉达州 还有157.8个Asia的Primeland 在Jasin Town Area 马六甲 在这两个土地都购买的过程当中呢 Sideq是觉得 这两个地方的development呢 在2022年的时候呢 会贡献他的revenue 还有他的profit 因为呢 这两片地呢 他们都是准备做 affordable housing 可负担房屋 作为领头羊来说 所谓的领头羊 应该算是 可负担房屋的领头羊啊 Sideq 他不断买地呢 都建造那种 可负担的双层牌楼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 他的整体反应呢 Tech Up Rate呢 都是非常的强劲的 加上呢 Bank Negara的利率 还是维持1.75个巴仙 而且贷款利率 大概是3巴仙多 这么低的利率呢 也是促进大家 买房的好时机 所以Sideq呢 也是觉得 他所提供的可负担房屋呢 的market呢 并没有受到 整体大环境的 非常大的冲击影响 反而呢 你可以看到 他的property development呢 还是呈现着 成长的趋势的 并没有被 可能是缓了下来一点 但是还是有所成长的 但是呢 集团 Sideq集团呢 还是不断地在 寻找一些land bank啊 一些适合的地点呢 再去扩充 他的整体的土地 所以呢 他也会在接下来呢 不停地物色一些土地 买来建可负担的房屋 但是这边他也提到了 FMCO的lockdown 在6月1号的时候 他的很多个development site呢 是被热令停工的 所以呢 停工也就会造成 他的progress building呢 可能会有所影响 交房子的日期 也会有所影响 所以呢 他的building 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Sideq的管理层也表示了 希望能够早日拿到approver 可以让工地建筑 可以持续地 在运行当中 但是一定的是 一定会受到一些 进度上的缓慢影响 而building那边 也会有所影响 所以呢 我相信在7月30号 的下一个季报呢 Sideq也许会交出 稍微弱一点的业绩 让我们拭目以待 Sideq下一个季度的业绩吧 说真的 这个季度呢 我对Sideq 整体的financial result呢 是感到非常满意的 毕竟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 他的plastic packaging 还有他的property呢 还是持续地增长的 所以呢 整体管理层还是觉得 在2021这个财政年呢 Sideq还是可以取得 不错的成长的 虽然是缓慢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 这样的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 分享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还有我要提醒大家 请大家要独立思考 买卖自负 但是我觉得Sideq这家公司呢 是长期持有的蓝筹股来的 如果你要 他有短暂的profit的话呢 比较困难啊 毕竟他的价格浮动 是蛮缓慢的 还有他的成交量呢 每一天都不多 所以大家可以做自己的功课 然后做出自己的买卖决定吧 谢谢大家